记者蔡正民苗栗报道,苗栗县通宵镇今天中午12点多发生一起离奇车祸。 一辆载满泥土的连接车离四因过弯太早, 左侧车轮静骑上安全分隔岛,甚至撞坏一盏路灯, 车上不少泥土也散落一地, 前往协助的通宵救难协会人员也顶住宴, 杨打扫将近二小时才将现场清理完毕。 警方指出,连接车驾驶40岁姓苏, 男性,现场酒侧后并无酒驾,疑似因为一时恍惚, 过弯太早才会骑上安全分隔岛,并无涉及刑事责任。 不过早的路灯以及被破坏的安全分隔岛主管单位将求偿。 苦主公路总局苗栗公务段表示, 目前尚未前往现场勘察, 直接或通知有路灯遭,安全倒水泥也因此剥落, 届时至通宵警分局做完比录后, 会对苏信驾驶求偿。 另外,现场最让人感动的是通宵救难协会人员, 不但是发当下立刻前往协助交通指挥, 确保交通安全, 之后因为车上泥土散落一地, 更顶住大太阳协助清理, 以免路面因为路面变得太滑, 引起交通事故, 让不少人看到都十分感动, 频频竖起大拇指称赞。